两个女孩都很喜欢吃炖牛腩 炖到很远落的牛筋牛腩 乖炭得来又多汁 冬天的时候再配些清甜的萝卜 好吃得来又不会上火 小朋友长高高时 我炖定一大包牛筋牛腩 用来拌饭拌河粉都很棒 牛腩我就喜欢买这种白腩 肉小但筋膜多 射身爽口又乖炭 坑腩就淡淡肉 比较肉柴些容易摔牙 喜欢吃牛筋再搭多一块 牛腩洗净后切成小块 冻水落锅放几片姜飞飞水 记得一边飞一边捞走防沫 飞要10分钟左右就会捞起身 牛腩水很甜 加蟑螂留下来炖牛腩 牛腩用温水冲洗多一次 这样处理过牛腩就超级干净 开锅爆香蒜米酱 放一点白角桂皮香叶 不喜欢就不放 煮菜不需要一成不变 可以根据自己口味来调整 再加牛腩炒至干身 调味我加了几种酱 柱后酱、花生酱和海鲜酱 这样调出来的味道层次强很多 加冰糖可以软化肉质 具体配备看屏幕 牛筋也放进去 先不要急着放水 将酱香味炒出来 再将干净的牛腩水倒进去 这样炖出来的牛腩汁水 肉香味会浓很多 喜欢色水深一点 加少许老抽想吃 有条件转去煲仔慢慢炖 沙煲炖出来比高压煲好吃很多 小火炖了一个半钟 已经很弹软 过年时可以一次炖多一点 用保鲜盒装住房冰箱可以吃几天 想吃的时候可以煮白萝卜 批皮批心一点 将白色那层批走 这样吃起来就更清甜 加姜片再倒入清水 调味放少许盐和糖 吸盖煮20分钟熬 开锅后将煮好的牛腩铺上去 再煮几分钟就大功高成 牛筋入口直化 牛腩软熟得来又入味 萝卜清甜又多汁 带少许根膜牛腩真是最好吃 有口感得来又不会黏牙 但你看这个酱汁几浓醋 早餐煮牛腩拌粉就没得坦 过年时很多早餐店就不开门 我就专专给了两箱沙河粉 刚放行价已经吃了半箱 配料表都很干净 只有米和水 煮5分钟后 煮起身冬水就更爽滑 这个粉很有米香味 你看多有弹性 而且不会黏在一起 容易入口又爽滑 重点是不用放冰箱 保质期又够长 用来做炒粉拌粉或汤粉都很棒 想几时吃都很方便 这个粉拌身就没有蟑螂味 有米香味得来又爽滑 连细女都很喜欢吃 只这样拌汁都吃完一大碗 喜欢吃河河粉就可以买回商店 我是笑咪爸爸 记得准时吃饭点个赞